头发去养了13年后有多长呢 跟我们去罗平看看就知道了 眼前这名女子叫张宏伟 身高1.65米 13年没有剪过头发 如今她的头发已经长达2.02米 由于头发比她的身高长出许多 因而出门的时候 她就只能将头发盘起 或是装在衣袋里 问起留长发的原因 张宏伟说 自己从小就喜欢长发 结婚后 由于丈夫也喜欢长发 便一直留了下来 虽说有时候不方便 但一直舍不得剪 我头发留了13年 期间从来没有剪过 也没有躺过或染过 新的时候拿一只大通发的洗 洗好后要干好几个小时 那么长的头发 首先洗头就很麻烦 打理起来应该也不容易 如果早上8点要出门 我比起楼殿器上打理头发 好吸索 工作时候要系一个大胃腰 戴口袋 那种大胃腰 把头发装在口袋 要不然我拆一种 张宏伟留长发 丈夫和儿子都很支持 可心疼女儿的母亲 却常常劝她剪掉头发 长发飘飘固然美丽 在外人看来却是无限的烦恼 张宏伟倒是乐在其中 他告诉记者 有时间的情况下 他会用上40分钟左右的时间 把头发梳理成自己喜欢的发型 忙的时候他就用几分钟的时间 将头发完成一个简单的发剂 随着时代的变迁 观念的转变 不少女性开始偏爱 干净利落的短发 不过张宏伟却连一根头发 都舍不得丢弃 哪怕是自然掉落的发丝 当记者问及 对头发有没有什么护理诀窍时 张宏伟告诉记者 他平时洗头 都用一般的洗发水和护发素 由于洗一次头要一个小时左右 因此一般就一周洗一次 为了保持干净 外出的时候 他就把头发包起来 只在洗头和睡觉时散开 同时为了保护头发 头皮 他会变换着花样 输出不同的发型 感谢观看